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只虎头 虎头也属于刀剧的一类 这个是Sarco公司 Sarco是Jimmy Sargent 这个人的公司 他专门在设计 在做咨询 你要做刀来干什么 定制特别刀的呢 他可以替你做 因为他懂这些刀厂的 跟这些材料的这些人脉 所以他可以帮你估价 这个公司现在还在进行 Jim Sargent Sargent他是一个写很多书的作者 写很多书的作者 他的书 嗯 哦 知道 看这本书 嗯 有很多 哪一本 这本书 这本书很多 他的书 他写着八本书 八本书 这本书 这书 射到 那这个是他们的 但不是他设计 设计的这个人叫 Aaron Aaron D 那个 R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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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套很複雜 很複雜 这个套很複雜 而且很紧 那个 不太好 稠 放进去 这个像这种钉口 那缓面 缓面 他在另外一面 还是金 金属的 那个角 好装 所以你这刀进去 会磨到 磨到 他已经有 里面有 你可以看 这边有一块 对吧 这一个颜色 相反 你看到 这个 他已经有贴一块 贴一块 不凉 所以他就不会刮到 刮伤 这个很硬 这种是 黃蛋 的 尼龙 里面好像有包 这个 胶片 所以 这个形状 不会跑掉 而且 这个 边条还是 这个 皮的 真皮 边条就可以防止这些 不会被割伤 他这个好像是 碳钢 所以你要上游 这个 假如前马上 可以把它弄掉 自己再补一个 不锈钢 因为他有上黑色 黄锈 肚黑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 碳钢 这个应该是同一类的 这个 这个 因为常常在开开开 他就掉了 这个还没掉 那这个也很麻烦 这个做都很麻烦 这个很复杂的皮套 复杂的 塑胶 那个 尼龙跟皮套 你看他这一块是皮 这个三点多公分 这个已经重极了皮套 这个可以穿这个 穿在腰带 腰带 这个叫腰带 那皮套穿进去 然后放在腰带旁边 然后打开来就拔出来 这样 这个是皮套 你看 你看 放进去 这个可以去做一个 比较简单型的 大一点的 比较好 反正你这个皮套 只是在携带而已 很紧 很紧 这种尼龙的东西 它也是一样 它会老化 有点 所以很紧 整体上看起来 好像还不错 所以有 再抽过 因为它这个红线 并不是上蜡 它这个只是一般的 神 那个线 比较粗的线 它比较粗 所以这个 黑色 那种白色 黑色的 皮套用黑色的很少 它只要配这个黑色 就当然黑色 这个大概都 有点 早就 剥掉 边缘会毛毛的 这个很难怪 因为 通常就是 你这布 剪的布边就是这样 这 这 这 角落这个地方 这个 剪的地方 像你的 好 所以要 比较没有那个 做处理的话 像我们的衣服 衣服一样 那个 边缘 回到这 这是虎头 虎头 这个虎头 是 它这个是 做的镜面处理 做的镜面处理 一般虎头 很少人在做这个镜面处理 一般虎头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虎头 虎头的样子很粗 一千年来都长这个样子 它有很奇怪的样子 但是 主要它 它是要砍 所以它 它 要那个立斜眼里的 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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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利用立斜的斜面眼里 来把 这个 木材把它 把它分开 分开来 用神力的方式 所以 它 就是一块 这个 那个斜边 有两个斜边的 一块 大的 钢铁或铸铁 铸铁 也不是很利 也不是很利 这其实是新的 没用过 那只是说 放久了 有点 这个有 氧化 好 这个 重大概多少 800公克 800公克 好 那这一只刀 这是虎头这样 所以你才会觉得好像刀一样 它是用钢 钢片去断 去断 这边凹膜 然后这边有 为了要减轻重量 所以它这边有打八个洞 八个洞 八个洞 以后重心跑到中间来 重心就在这个第二孔跟第三孔之间 所以 它 就很容易掌控 因为正好是食指在掌控的地方 食指在掌控的地方 你看 很容易掌控 很容易掌控 你看 你切一道 你还用力 用力的话 又切 所以 这个 要切 切也很容易 比如说要切 这怎么办 这就是苹果 你要切 这是苹果 你还切 这是苹果 你还切 这是苹果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轻空 所以它比较轻 那这边 这边有 有一个 到这边为止 这边都是巨尺刃 这大概一寸半 去尺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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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也可以 寄东西 不过这个 它应该是来做薄皮弓 这样有这个 东西 它可以正 正反 两面都可以用 比如说我这样进去 你想 它可以往前推 它也可以这样进去 然后往后拉 就把皮拉开来 就 我不晓 它为什么会想到 要用这个来做薄皮钩 因为它有一个空间 一般虎头是没有在做这个 这个 这我第一次看到虎头 因为虎头 你很难想像 要来做一个这个 它这个大概是因为它比较薄的光 但是薄也不是很薄 大概是3.8 大概是快4mm 4mm 它这个名称 它叫 O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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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二行有一个by circle 公司刀场 公司的名字 因为这个有点像古代漫画里面的雷神 雷神有一个斧头跟一个锤子 往上翘 他这个创意哪里来不来 不过这个人也很厉害 他想一个 这个又不重 但是可以做斧头用 可以切肉 做裂刀用 可以做剥皮刀 这样剥 剥皮刀 那也可以敲 也可以打 可以打 他这个 这个 这个很好切 你要切菜的话 當水火招也可以 因為它很容易掌握 並不是像虎頭 虎頭就很難掌握 你一定要 腕力要夠 腕力要夠 扛虎頭是要用全身的力量 不是用腕力 腕力的話你手臂會扭到 所以你看它這個很好用 而且只有0.5磅 大概不到200公克 198是嗎 200公克 這個非常好掌握 而且它這邊有綁繩 綁繩光 綁繩大概綁半個小時 它那個 那個 所以不會滑動 不會滑動 這個還可以當作什麼 你知道 還可以用丟的 因為這個設計者 他本身就是一個 織刀跟織虎的行家 他設計很多這種刀跟虎頭 他是當一個大概叫諮詢顧問 你有刀跡上面的問題 或是說你現在有一個產品 賣的不好 它就可以給你變更設計 給你改它的造型 讓你這個產品會變成比較受歡迎 就像這個 好像很多人有做這種造型設計 它就是刀具的造型設計師 也是蠻有經驗的 得過很多獎 最後一個就是說 它得到國際指刀名人堂的路線 這支刀為什麼它比較值得收藏 第一個 設計家跟製造者都已經不在人事 而且他們都是知名的 不是沒有名氣的 我不太清楚為什麼這個 這個富田城會去做這個刀 因為它通常都是跟很大的刀場合作 很大的刀場合作 或是很大的量 很大的量 馬波斯啊 還是說派克啊 或是說跟那個姜克利 但數量都很大 那為什麼會 因為它這個數量絕對不會多 大概頂多啦 三百隻就很多 我不曉得為什麼 原先因為我在收藏這個富田 富田的刀 所以就無意中就找到了這一支 因為它是富田 富田做的 富田燈戶做的 所以在這裡面有它的鋼印 另外這裡面有設計者的鋼印 所以這一支刀幾兩的大師的作品 的精華 這個也可以講出他們一身的結晶 結晶 這個心血的結晶的精華 做成這一支刀 你看這支刀不是那個 一般這個虎頭 一般鋼頭是這樣 稠稠的 稠稠的 而且不好操縱 你看這個 因為你在揮它這個會動 沒辦法這個 所以你要用鋼頭要練死 這個不會啊 這個這個 這個很好掌握 你看它這個 這個刀這個 這個好累啊 這個滿利的 這個 這個可能要不要切椰子都可以 這刀 它的外型看起來真的蠻漂亮的 還有一個他拿在手上不會怪怪的 像虎頭的拿這個就很不舒服 虎頭畢竟它沿線的設計是不太合乎人體工學的 而且力量小的人或是手比較小的人就很吃力 那這刀不會 你看我拿這個 做什麼的 其實它叫虎頭 你跟它講一隻虎頭樣子的刀也可以 所以它也可以騙魚 剝皮刀 你看這個蠻長的五寸多 這個刃圓的外圈五寸多 而且它也可以尖的可以試 所以這隻刀也可以 你看虎頭是一個武器 所以它也可以當作戰鬥 戰鬥的兵器使用 這砍人的話 腦袋大概會破掉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很薄 用力砍在這裡的話 這個中壢家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這個蠻大片 不是說小小一片 它這個比這個 分岩比這個還多 你看這個 這個才大概三寸 它這個五寸多 再看一遍 這個是 髒髒的 要要要 要洗 它已經沾到 這樣 這個 擦要很小心 因為它到處都是 立刃 這個奧模 給你看 看它這個鏡面 你就可以知道 這邊有隔紋 你做 剝皮刀的時候 已經要拿這邊 這才可以掌握 你太遠你怎麼剝 所以它這個就是給大拇指晃 大拇指 這樣 比較近 力量就直接就倒了 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 respons 我 好